受风向丰山社区设立了绿色照顾站 希望透过农村健康元素和学习 让长辈的生活过得更充实 绿色站也安排各式绿色疗愈 手作及米食烹煮课程 让高龄者在社区就近受到初老者的陪伴 丰山社区协会也欢迎附近长辈们 可以加入初老故老老的绿色照顾站 让长辈的生活可以更美好 绿色照顾站和县府所推动的关怀据点相似 让长辈在绿色照顾站中 透过农村健康元素的学习 让生活更充实 目前绿色照顾站的长辈平均年龄70岁以上 安排各式的绿色园艺疗愈 体能律动手作 以及米食烹饪的课程 让高龄者能够有丰富的学习生活 那我们在这里也非常感谢 水宝级花园分级 他在这十几年来 对我们社区的协助 让我们可以成立这个不安妖农场 那从成分级长到现在的林分级长 所带领的水宝级的团队 不愿其缓的来指导我们 让社区能够拥有这一片的不安妖荣源 我们这边也种了很多 像百香果草莓一些叶菜类的蔬菜 我们社区能够自给自职 三年后这个绿色招呼的计划完成之后 那我们可能会朝着自己生产 自己来销售 让这些阿公阿嬷有一个事情可以 大家继续记在一起 共同的为社区的发展 让这些阿公阿嬷未来的生活 能够更快乐 以幼老照顾老老的理念 照顾了丰山社区四十多名的长辈 一星期公餐五天 还有各式绿色疗育的课程 而不安妖农场更是能够让长者 在最轻松的环境之下回味农村生活 实践劳有所踪 壮有所用 又有所长的愿景 是随土保持局 花莲分局持续支持 绿色招呼站的最大目的 记者林杰 收封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认误 广播放